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擅自上我的身 你再这样我都不敢睡觉了 菲力怎么会认不得我 怎么会 你有没有好好再听我说话 还有 你为什么老是叫袁帆 叫念飞离啊 可是他们明明长得一样啊 人家都说了 那只是他代言的一个游戏角色 袁帆呢 他代言的这个角色叫念飞离 念飞离当然跟他长得一样了 你为什么会把一个游戏人物 当成是真的呢 不会吧 博业 女侠客 信念坚定 刚毅勇敢 乃博物派帝时代代继承掌门人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乃是江湖大义 博业 你好像真的是游戏里的人物 不会的 我怎么会是游戏中的人呢 那我在哪儿啊 我的世界在哪儿啊 博业 你去哪儿啊 博业 你可是博物未来的掌门传人 不可一气用事 念飞离因我 而身重剧毒 武功尽失 博物既然不愿收留 博业 我要继承这无情的掌门之位作甚 既然你已经决定 我博物便不再留你 走吧 博业 博业 我博业自今日起 自愿离开博物 从此以后 博物派与我再无任何瓜葛 费力 我们走 博业 博业 你走慢点 你要去哪儿啊 博业因为阻止眼迷惑人间 而武功散尽 我带他离开士门 过起了颠沛流离 刀尖舔血的生活 我们的切肤之痛 于这里而言 都是工人们玩乐的游戏 而我 以及我拼死守护的那些都是假的吗 不是的 博业 对 对很多玩家来说 你们都是真实的存在 新斗罗大陆停赴之后 虽然答应给很多赔偿 但是玩家们依然没有放弃 要求游戏重新开服 游戏 你们把它当成游戏 以操控我们为了 可是那些真实死在我面前的 每一个人 那每一滴鲜血的气味 我一闭眼就问得到 你告诉我那些只是游戏是吗 可能是 可能是 我们只能通过游戏的方式 给你们的世界连接 你看 你来到了我的世界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一起生活 所以你还是你啊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而且 你刚刚不是也有痛觉吗 是吗 那我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 喂 安姐 我要换宝贝药 这黄阳鱼不太正常 谢谢大家